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在13号开行满一个月 跨境旅客发送量超1万人次 铁路部门供给开行动车组列车30对 而列车准点率100% 4月13号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的开行 受到中老两国民众的欢迎 开行一个月以来出入境的旅客逐步增长 边检部门供查验出入境列车60列次 验放来自28个国家的出入境人员13310人次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开行以来 旅客服务不断的完善 墨罕站增设商业区为旅客提供购物站 猛烂海推出个性化的服务 为出入境的旅客提供全方位的国际旅行和健康咨询